请经典传唱人 在过往的历史中 我们看到了太多事故我待 作为青年 我们更加应该及时勉励 不要老大徒伤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是经典传唱人王源 我把长歌行唱给你听 轻轻远中愧照路的日系 阳春不得的 万物声光环 长空桥结枝 空荒花也醉 白泉冬的海 何时负习归 少装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 我盼过了 闪眼 日光晒过 眉睫 不要让一片 徒留你这风 从沙漠到绿洲 我扬起了下围 是从不下命运破线 少装要努力 老大徒伤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盼过了 从不下命运破线 从不下命运破线 少装要努力 老大无伤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盼过来 继续 何时负习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装不努力 继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 何时负习归 谢谢 这首歌 这首歌就是送给你们所有年轻人 三位 中老年 都是哥哥姐姐 都是年轻 但是我想作为王源来讲 其实你又有很多普通的年轻人 没有经历过的事 比如说有多少18岁的年轻人 被写进初三的政治课本里 有多少18岁的年轻人 曾经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教育成长使者 所以我想这些经历对于你来讲 应该也是非常特别 更多的是责任和压力吧 因为当我真正了解到儿童 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那些群体的时候 发现它不仅仅只是 识着两个字而已 在它背上要背负的单子 其实很重 就是更加督促着自己 要严于律己 我不知道正在经历18岁的你 你有没有感觉到 跳过这个时间点 前后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18岁我特别纠结 我一直在想自己 到底想要什么 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我明年不是要去读书吗 我得考大学了 然后就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就是说要把我的 之后学习的重心 要放在音乐上 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 蛮难的决定 如果说我在国内 依旧走大家 所意料之中 情理之中那条路的话 可能就一时走下去 平平稳稳的 也不会有什么起伏 但是我觉得选择 把重心放在音乐上 这个事情 就是唯一对我有利的因素 就是我喜欢音乐 但其他的各方面 家人 朋友 工作 然后还有房伍妹妹 都其实对我是不太有利的 所以最后我就纠结来 纠结去 我说反正我才18岁 我就算耽误几年 回来我也才20出头 我说这么好的年纪 说得我要哭了 就是用来做一点 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在我7岁的时候 我父亲去世了 所以从小呢 我母亲就一直跟我说 你是家里唯一一个男兵 我们一家人以后就要靠你的 所以我从小一直给自己有一个 就是我以后要对我的家里负责任 我记得我18岁 正好在准备考上海音乐学院 每个周末我就骑着自行车 从我的学校在西埔 然后到成都去 那时候路况不是非常好 骑一个小时 上完课了以后 然后再回家 因为星期天要帮妈妈要干龙活 所以回到家里的时候 几乎已经是身手不见五指 完全平的就是记忆 好像这儿好像应该转弯了 这儿好像有个坑 我要闭过他 要是没想到 哐哐就掉下去了 就是那种 那那个时候呢 一边骑车 一边就在唱自己的歌 唱歌的时候呢 一边是复习老师给自己撞胆 一边都给自己撞胆 一边给自己撞胆 一边在自己给自己鼓励说 已经好好唱 以后 这个 给妈妈争光 让妈妈为自己感到骄傲 所以 所以非常高兴祝贺你 能够找到自己人生的一个方向 也祝愿你能够成功 谢谢 谢谢梁老师 这个诗写得很有意思 最开始他说 一切都是欣欣向荣 无比的凡胜 但他说长孔秋节制 但我特别担心 那样一个百花凋零的世界 意味着我的青春不在 所以这首诗的本质是一种惶恐 所以我想呢 对于自己的一种警戒 包括对于 在这时光里面 让时光变得有质量 让时光变得非常富有神采的 这样一种思考 是中华民族 持久以来的一种思考 对于我们这些老青年来讲 其实也要努力的涌坐 时代的弄超儿 今天王源带给我们的这首歌 不是所有的年轻人 一下子就能从这首歌里感悟到 但是希望能有人 通过王源的这首经典传唱 能够醒过来